附在前面的優勢 想辦法去壓一下紮克的位置 這邊還逼到中路的Rookie 要過來幫忙 đấy hood ㄟ 因為那個仇恨之餘 對對對 我這個要讓 如果讓的話 啊啊啊啊啊 太不笑了 怎麼漂亮 喔沒有沒有 我說 你這樣不行 欸 它太不小心了 這一波路也進入得滿漂亮 這樣太明顯了 喔這樣太明顯了嗎 對 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點擔心你 沒事沒事沒事 Rookie先走過來 如果想要做一步屍甲二的話 貝貝也在後方 這邊打開跳出去之後 旁邊Rookie成功配合上這個大絕 這邊把對方的Koala給定在原地之後 Koala砲出一個白盾 但是這個手材還是交到布朗姆手上 布朗姆繳了一個大絕之後 旁邊Stick有點危險 這時候JKL衝了進去 配合上伊瑞利亞成功拿到防釋人頭 不過反身的Bebe也收到對方的JKL 不過這邊Bebe走了出來 後方的Sign也要開車了 旁邊就繳了一個閃現 把成功舉起來 一個大坦 跳了過去是 坦到對方Kendy 不過這邊沒有辦法吞到 這邊最後還是吞到了 不過旁邊的Kendy已經倒下來了 可以看到Rookie這時候 直取對方手機使進去的大絕是空掉了 但看起來是伊瑞利亞拿到一個ZOPK 這邊選擇太坦在側邊的內衣 他太優勢了 又跳進來了又跳囉 這邊保輸了兩個人 可以看到星爪 被迫找了一個驚人 不過對旁邊KELB已經擊殺了前方的KOWLA 凱撒已經拿到一個Double Kill 直撇 又衝進去了 配合上旁邊Rookie 成功拿到對方Sign 人頭 這邊還想再追 喔唷 後方凱撒已經拿到一個Trip JKLB這邊很兇衝了 凱翔要哪一個誇張 這個Rookie就會守在你門口 好 也沒有Q中 Q中了 這個血量 貝貝還是得進他 還是後退了 他自己Q 乾大不太乾大 兩邊 覺得Rookie的血量很長 但是看起來IG 要在這次的遊戲給結束掉了 20 接近28分鐘的 12比3 沒有他距 非常可憐 讓我們剛剛恭喜IG 在這一場全場GX獲得勝利 這邊就是這場其實大家應該也看到 給中間那一波紮客跳到新果然 那個景沒有救到人 那一波實在差